好的,欢迎同学们啊,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插话学院来继续咱们今天的一个学习啊 当然呢,咱们昨天晚上经过了这个第一轮的洗礼啊 同学们呢,已经算是一只脚啊,已经踏入了这个素描的大门 然后上完今天这节课呢,就相当于跳进来了啊,两个脚都迈进来了 然后呢,咱们先来给同学们讲一讲咱们什么是作业点评课啊 那么作业点评课呢,就是说你看这是同学们教的作业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同学们把作业交上来之后呢 会有老师给同学们点评,对吧 然后呢,咱们同学们的一个作业基本情况呢 老师这边呢,也能够看得到啊 然后呢,你看咱们教了186份作业,对吧 然后呢,老师给同学们观察同学们的作业啊 然后呢,找到同学们的问题,就是说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并不是说,咱们单独拿着一个画面去找问题啊 就是说,找同学们经常出现的问题 然后呢,就这些经常出现的问题呢 再进行挑选啊 当然这个挑选呢,是随机的啊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 那老师你把我作业挑上来了啊 是不是我画的不如同学们好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可能会同学们有的同学会发现啊 你看老师的这些选上来这些作业 他有的这些造型呢,还都是非常准确的,对吧 然后呢,有的明暗效果呢,也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可能其中一点或者两点呢 正好迎合了大家这种经常犯的这些错误啊 才被选上来 然后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 那老师我的作业也想被挑上来 让那个阿隽老师点评一下 当然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随机概率的问题啊 你看你们交了186份作业 然后呢,老师挑选了十来份啊 放在上面,对吧 当然呢,咱们同学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听完作业之后啊 听完这个作业点评课之后啊 抓紧在课下啊 改一改修改一下自己的作业啊 好,然后呢,咱们话不多说 来继续来看到老师的这个 这些课啊 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一看 咱们上节课啊 这个回忆一下画的什么啊 是三楞锥,对吧 然后呢,老师先来给同学们讲一讲 咱们这个三楞锥的一个知识点啊 再给同学们这个阐述一遍 首先呢,是三楞锥,石膏体 三楞锥这个这些东西啊 像后边咱们还会学习什么 这个穿插体啊 圆柱体,圆锥体啊 包括这些各种体啊 正方体啊 它们都统称为石膏体啊 那么咱们上节课呢 是学习了石膏体立体感的表现 是怎么去表现的啊 咱们是通过颜色的区分,对吧 你看老师给同学们罗列的那几个颜色啊 最重的颜色啊 第二种,第三种 第四种,然后最亮 咱们通过这些颜色的区分 去表现它的一个立体感啊 然后呢,第二点是复线的掌控能力 与运用能力的练习 那复线呢 是在素描里边至关重要的一笔啊 就是说咱们素描里边是没有单线的 只有复线的存在啊 要反复的练习复线 来回用线的一种感觉 要去找好啊 然后第三个是石膏体质感的把握与塑造啊 咱们这节课去讲质感 有一点点太早了啊 所以说这节课呢 咱们先跳过质感这一环 然后第四点呢 是排线能力的把握和练习 第五点是虚实的变化啊 咱们只去看一二四就可以了啊 第一点石膏体立体感的表现 第二点复线的掌控能力 第四点排线能力的把握和练习啊 然后呢再来看一看这节课的一个难点啊 难点来讲的话呢 首先第一点是对三楞锥造型的把握啊 造型比较难啊 造型难在哪呢 其实在老师来看啊 就是难在画长直线上 对吧 所以说呢 第二点就是边缘线如何能画直啊 这个画直 这个得需要同学们反复的去练习啊 当然前三节课呢 会有一些这个作业啊 这个边缘线可能不值的情况出现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咱们前三节课注重的是一个基础性的练习啊 然后第三个质感 质感先划过他啊 咱们先不看质感 第四个是调子如何能排的均匀细腻一点 然后咱们难点里边也去看一二四就可以了啊 三五的话呢 有点超纲啊 有点超纲啊 不不去看他啊 咱们当然咱们后边老师会讲到啊 然后呢 第四点是调子如何能够排的均匀细腻一点啊 然后呢 一会儿呢 老师还会给同学们实操演练一下 老师怎么去打调子的啊 把这个镜头放远 给你们看一看老师的手啊 然后呢 再来看一看同学们这个作业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呢 总结了五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起行时的整体比例啊 有同学呢 可能画出来是一个很扁的一个三棱追对吧 那就是说咱们在宽度上找的太长了 咱们的比例是什么呀 是偏高一点的长方形啊 那问题二呢 是边缘线画不直 容易造成石膏体的扭曲啊 然后第三点是黑白灰的塑造 黑白灰是什么呀 黑白灰就是颜色的划分啊 就是说哪个颜色最重 哪个颜色第二重 哪个颜色第三重啊 然后第四点是投影的形体和变化 当然他这写了写了是一个前十后续啊 那么投影老师在画的时候呢 给同学们怎么讲呢 前边重后边浅 对吧啊 同学们只要做好从前往后 是一个逐渐渐变 变浅的过程就可以啊 然后第五点呢 是细节的处理和调子的渐变啊 那么咱们这节课的渐变是怎么样的来着啊 是不是三棱追对吧 从两头给同学们再看一下啊 这是三棱追 从右边这个边往内渐变 从左边这个边也往内渐变 对吧 从上往下也是一个逐渐变浅的过程啊 把这个渐变去做好啊 好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看同学们的画作啊 当然老师呢 这边也是给同学们挑选了一些这个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挑上来的就没有问题 也不是说这些挑上来的画作就有问题啊 而且问题很大 咱们只是说这个 先选取问题 先选取了一些比较这个容易犯的问题 然后呢 再从这些问题里边呢 随机性的去挑选画面啊 大概挑上来十来张画 然后呢 有好的啊 这个有给同学们欣赏的这些画的比较好的画 然后呢 这个如果一不小心啊 把同学的画挑上来了啊 那咱们同学们啊 就就相当于比较幸运啊 这个下课之后抓紧去买个买个双色球啊 买出彩票啊 好 然后咱们先来看第一张画啊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老师就要逐渐的给同学们灌输一些美学知识啊 就是说包括画画的知识也有啊 包括审美的知识 审美也是美学的其中一类啊 那么啊 当然老师说的可能有一点点高啊 但是呢 咱们画画就是要眼高手低 对吧 这个咱们先来给他们讲一讲 咱们审美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啊 那么比如说一张画放在同学们的眼前啊 不管是蒙娜丽莎也好啊 还是梵高的画也好啊 还是谁的画也好 那么咱们看画呢 总要有一个目的性啊 那么什么目的呢 如果咱们同学们的目的性不强 或者是说我们 我就是要审美这张画的时候怎样呢 就按照老师这个口诀来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从大到小啊 从广到窄啊 就从广到细啊 从大到小 那么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一节课 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呢 同学们就可以把形体外轮廓大的颜色区分 什么叫大的颜色区分啊 就咱们看到这些颜色哪最重哪第二重哪第三重这些大的颜色区分 它的整体比例看到大啊看到大 对吧啊 这就是大 因为它是一个呃相对于细节来讲啊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面啊大的一个面啊 就相当于先这个给同学们 呃呃怎么说呢 一个框架啊 一个框架 然后呢 什么是小呢 比如说里边调子的渐变啊 调子的渐变 然后呢 这个呃这个呃呃 调子这个线画的值不值 哎 对吧 这些小细节问题啊 线条乱不乱啊 这些就是小细节问题 那么审美呢 就是要从大到小啊 先去看它的框架啊 然后 再去看里边那些细节 那你们就按照这个审美逻辑来啊 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好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这张画 哎 按照老师的这个审美逻辑来啊 啊 买彩票没中过啊 就当为福利事业做贡献了啊 哈哈 好 咱们先来看到这张画啊 首先呢 咱们从大到小去观察的话 是不是先来看一些大的一个轮廓呀 对吧 啊 大的轮廓的话 首先有什么呀 哎 有它的一个这个呃 这个宽高比例 那么咱们真 今天这节课的一个宽高比例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偏高一点的长方形 对吧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宽高比例 再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宽高比例啊 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太宽了呀 同学们 这现在来看的话呢 是一个偏宽一点的长方形 或者是说正方形了啊 啊 这个不是看老师的心情啊 这个点评课啊 点评课的话呢 是一个小时左右啊 这个大概在50分钟到65分钟左右啊 如果说这个同学们教的作业不多的话 有可能45分钟就可以下课啊 所以说不要急 好 好 老师有点热啊 脱了个衣服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张画 大的一个框架宽高比例上 那么它的宽度是不是明显变长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咱们整体看起来这个画面呢 是有一点点胖胖的感觉啊 好 这个呢 是这个宽高比例 对 现在是点评啊 现在在点评 然后呢 咱们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呢 再来看它的一个大的颜色区分 大的颜色区分的话 老师上节课怎么给同学们划分的呀 是不是投影最重 是大哥 是第一 然后整个背光面是第二 对吧 然后呢 背景是第三 桌面是第四 对吧 第四桌面啊 然后左边受光面是第五 这些颜色看看有没有区分好啊 明显我们可以发现 投影的颜色跟咱们背光面的颜色 太接近 对吧 然后呢 桌面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 看好啊 同学们 桌面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 包括受光面的颜色 是不是这三个颜色 没有去图 对吧 所以说呢 画面是一个不完整的状态啊 这些颜色太接近啊 基本就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区分 那怎么区分呢 其实这位同学上课啊 也是上的比较认真的啊 为什么能看到在这儿 在投影前边 明显有一个加重的痕迹 后边明显变浅 所以说呢 咱们这位同学还是明白 前面重后边越来越浅的一个道理的啊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咱们需要怎么去改呢 这一张画 首先咱们可以把两边向内收 看好啊 两边最左边这个点往内收 最右边这个点也往内收 看好 这样的话再去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再去连接起来 是不是在宽度上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颜色的区分 颜色该怎么改啊 继续用4B 4B 加重投影 你看先去加重投影 首先做到一个很重的状态 然后呢 再去用4B或者2B啊 加重背光面 当然这个背光面呢 也需要再去画重一些 并且保持这种渐变的效果 那颜色的话呢 要比下边的投影要浅一些 要分开 然后呢 再去用4B 2B啊 画背景 把背景的颜色填上 啊 然后呢 桌面的颜色 再去用HB 2B 简单的涂一涂啊 轻轻的涂那么一小层就可以了 最后呢 简单用HB 2H啊 涂一下咱们的这个 瘦光面啊 瘦光面 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大的方向的修改 然后呢 你看咱们分析完了大的方向 再继续向内去看 看它的细节 那你看这样 咱们去审美看一张画 包括分析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是不是就非常的有逻辑感 对吧 然后呢 咱们看好啊 老师这边 看细节的话 首先先看边缘线值不值 其实这位同学画的还是挺值的 对吧 这个效果就好啊 能够看得出来 咱们这位同学呢 是一个初学者啊 边缘线能够画到这种状态 是非常不错的啊 是非常不错的啊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什么呢 看一个顶点的位置 哎 顶点给同学们分析一下啊 咱们这个如果锥体啊 顶点偏了 那它就会有一点点倾倒的感觉 对吧 好 咱们首先先把底面找出来 然后呢 对角连对边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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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这 所以说顶面就在这个范围 顶点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咱们向上延伸 你看顶点的位置明显偏左了 对吧 那么咱们给它延伸过来之后 这个锥体它就正了啊 锥体它就正了啊 同学们 然后呢 再来看什么呢 同学们 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它的一些边缘线的用线情况 就是说老师上节课 给同学们讲过啊 这个好的素描画作里边 是没有单线的情况的 什么是单线啊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看一眼 什么是单线啊 你像这样的就是单线 看好啊 就是很黑 只有一条 没有感觉明显变粗的感觉 你像啊 怎么改善一下 它不是单线呢 看好啊 同学们 变粗一点 它就不是单线了 变粗一点 它就不是单线了啊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 老师这张画啊 现在呢 咱们是看不到边缘线的 对吧 这儿能看到一点 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处理的快了 没有处理好啊 那老师呢 再添加几笔啊 看好 把它改成一个错误的示范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改成一个错误的示范啊 好 现在咱们整个左侧边 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整个左侧边 是一条又黑又粗啊 直线 对吧 看到没有 啊 这一条线 是不是很黑 很僵硬 对吧 这就叫边缘线 没有融合好 那么怎么给它融合好呢 上节课也有讲到过 对吧 这里再给同学们看一眼啊 咱们沿边缘线朝重色一侧 去做渐变调子 看好啊 沿重色一侧 去做渐变调子 让这个颜色呢 融到颜色 让这根线融到颜色里面去 而不是说变成一根又黑 对吧 而且又僵直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你看 让它往左边延伸 它就没有很明显的线的感觉了 一看 这个明显就舒服很多了 看到没有 老师逐渐的向左边进行延伸 逐渐的向左边进行延伸 逐渐的向左边 把这个颜色变起所渐变 你看 目前这个效果 上边相对于下边 你看啊 咱们这是背景这条线 对吧 背景这条线的下边 这根线是不是感觉就不舒服啊 像是一个黑边卡在这 上边咱们做了一个渐变之后 这个明显感觉就舒服很多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边缘线的一个效果 当然下面这根线 怎么怎么去把它消失呢 你看啊 同学们 咱们沿着这根线 还是啊 让它向外进行延伸 延伸 延伸 多次延伸 延伸 延伸 看到没有 这根线就逐渐就消失了 对吧 逐渐的向外侧做渐变 做渐变啊 看到没有 同学们 那现在再来看左侧的这个边 是不是就舒服很多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边缘线的问题啊 那么 接下来如果细节方便 如果去改的话 应该怎么改呢 首先顶点的位置要往右移动 然后呢 边缘线要朝重色一侧进行渐变 你比如说右边这个边缘线朝内 中间这根边缘线也朝内 左边这根边缘线朝外 对吧 因为外侧的颜色重 往重色一侧 底下的这个边缘线也朝外 去做渐变调子 然后 右下方的这些线 你看朝投影里边 因为投影的颜色要重 对吧 这样去做啊 它的一个效果就会好很多了啊 包括这张画给老师给 一个感觉是没有画完 这个要画完啊 当然这位同学的调子啊 同学们仔细观察的话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吧 啊 调子起码没有很乱的感觉啊 好 然后咱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到第二张画 好 刚才呢 给同学们看的是一个构图比例偏宽的啊 然后这一张呢 是给同学们看一个构图比例偏高的 呃 这个这张画面 给同学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呀 是不是又瘦啊 又高的一个感觉 对吧 很苗条啊 然后呢 咱们主要情况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构图的问题 是不是两边太窄啊 对吧 啊 就是说宽度上太窄啊 呃 咱们的构图呢 是什么呢 是宽度比高度略短一点点就可以啊 不要短很多啊 不要短很多 啊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这一张画 这一张画啊 就是说现在点评了这张画 还是一个从大到小的去分析的话 哎 你看 还是先看到它的构图 对吧 啊 明显的这个高度上要长了一些 宽度上短了一些啊 然后呢 继续往下看 同学们继续往下看 看什么呢 咱们再来看大的颜色的区分 当然这位同学啊 这一看就上课很认真听的啊 很不错啊 老师给你点个赞啊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老师讲过的颜色的区分 投影最重 哎 这儿第二种 哎 它是有区分的 但是区分的不明显啊 然后第三种 看到没有 啊 这三点做的还不错 但是呢 咱们这个 这个桌面的颜色没有涂 亮面 这个瘦光面的颜色也没有涂啊 所以说呢 也是一个不完整的状态啊 减肥过度的感觉啊 你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哈哈 好 然后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来看到什么呢 你看 咱们分析完了大的颜色 分析完了大的一个构图 对吧 咱们给它改一下啊 怎么改呢 看好啊 咱们把两点 左右两点往外侧移动一点 往外侧移动一点 看宽度上给它加宽 是不是就舒服很多了啊 甚至可以再宽一点啊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细节问题 当然老师这边要说一点啊 就是说 投影后边也不要过于浅啊 过于浅的话 呃太亮 对吧 太亮就不像投影了啊 就有点假了 对吧 啊 不要太浅 它即便是 你看老师这张画啊 做渐变也是在一个颜色非常重的状态下 前面很重 后边也很重 只不过在这个重的状态下 哎 它变浅了一点点啊 好 然后咱们继续往下看 先来看它的长直线啊 长直线的话呢 略微有一点点不直啊 这个下边有一点描线的感觉 但是啊 老师这样说 呃 咱们画你们能够画到这位同学这个这个这个感觉啊 呃 如果画长直线的话 那就是在70分以上了啊 相对于前三节课来讲啊 能够画到这位同学的这个感觉就是70分以上啊 长直线 因为第一节课嘛 对吧 啊 咱们同学们出来乍到 哎 能够掌握成这个感觉是非常好了啊 然后啊 咱们这个改颜色的话啊 继续加重投影啊 这个这个面的颜色明显还不够啊 还可以继续往内加重啊 然后呢 说到边缘线的问题了 对吧 刚才啊 不行 还不能看边缘线 咱们还要对比一下这个顶点的这个位置啊 来看一看顶点的位置 是不是正好落在重心点上啊 对角连对边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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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向上 哎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是不是这位同学上课是有认真听的啊 点个赞啊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这个边缘线的问题 边缘线看到没有 同学们 哪个这张画里边 哪一块是舒服的啊 只有这一块是舒服的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一块边缘线 它融到颜色里边去了啊 同学们记好啊 你看老师把手拿过来 把手拿过来 不行 这个手 不直观 比如说老师这边放了一个模方 模方 跟 纸面 这个中间这根线 是不是模方的边缘线啊 同学们看老师手摸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模方的边缘线啊 那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这根线吗 并不是对吧 它是一个颜色 与另一个颜色之间的区分 听到没有 它是一个颜色 与另一个颜色之间的区分 你比如说这个小模方 蓝色跟白色中间这个地方 它确实是线吗 在广义上来讲的话 它确实是较左线 但是如果狭义来看的话呢 它就不是线了 对吧 因为咱们放大镜可以无限的放大 它永远都是一个宽的感觉 可以让它 就算是咱们真的把缝衣服的线拿出来 拿放大镜 拿显微镜去看的话 它也会变得无限大 对吧 所以说呢 在素描的概念里边 尤其是素描也要分一个视觉素描 跟这个触觉素描 那么视觉素描里边是没有线的存在的 它就是颜色与颜色的区分 同学们注意听 这是视觉素描 什么是视觉素描 就是眼睛看上去的感觉 眼睛看上去就是颜色与颜色的区分 那么触觉素描是什么呢 触觉素描 这里给同学们看一下 触觉素描里边就可以有边缘线了 什么是触觉素描呢 给同学们简单看一下 看这就是触觉素描 看到没有 看画的这些 这就是触觉素描 尤其是这一张 看这种的就叫做触觉素描 咱们能够看到边缘线 那么一般什么是触觉素描呢 触觉素描就是一般来讲 用于绘画漫画人物 然后触觉素描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的手可以摸上去 可以真切的摸到它的一个边缘的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去用线表达 但是咱们一般来讲比较正宗的素描 这个视觉素描不能有边缘线 不能有边缘线 所以说的边线还是要往内去渐变 往内去渐变 往内去渐变 然后呢 老师这边还有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线条感的体现 那么什么是线条感呢 你像咱们这个做好底色了 你看这个面 它的颜色很匀了 是吧 已经 但是感觉没有厚度 没有厚度 就是说这个厚度 说的是这个整个画面的厚度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要去添加线条感 那比如说这一张画面 同学们看好 包括这一张画面 同学们看好 我们在它的这个里面 能够看到一些用线的感觉 看到没有排线的痕迹 看到没有排线的痕迹 这个就叫做线条感 也可以叫做笔触 咱们一个好的画面上面 是一定要出现笔触的 同学们 对 咱们现在是在讲第二个 这几张画不一定都去讲完 但是呢 一定要把这个经常出现的问题 给同学们讲一讲 然后线条感呢 一定要去体现一下 这个线条感是体现你的水平的一个东西 线条感 也就是说锻炼排线 不要把笔放到太平 不要去蹭颜色 去打颜色 好 这是这一张 包括背景的颜色 也是需要再去加重一下 好 再来看一看第三张 第三张 来到这一张 那么这一张的话呢 咱们看什么呢 来对比 想一想 对比这张 不小心放后边来了 先来讲 我调一下 把它调到前面去 好 那咱们再来看这一张 再来看这一张 好 同学们注意看 那么 右边这一张画 同学们注意看到 咱们还是首先 先从一个大的方向上面来讲 大的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个宽高比例 对吧 宽高比例 大的颜色 宽高比例上面 这位同学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通过老师直观的这个感受的话 没有太胖 或者是没有太瘦 对吧 然后呢 再来看大的颜色 同学们注意看 是不是感觉 这儿的颜色 本来是第一种的颜色 对吧 这个投影的颜色 跟咱们背光面的颜色 跟背景的颜色太接近 对吧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虚 也叫做灰 这个颜色叫做灰 就说整个画面 可能你们在听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 点评老师会用到这样一个词 就说同学的画面有一点灰了 那么什么是灰了呢 灰就是对比不明确 那个老师呢 也给同学们讲过一个灯下黑的故事 对吧 举个例子 什么是灯下黑 举个例子 给同学们看好 好多例子 你看老师这边有一个黑色的屏幕 然后呢 旁边再去加一个 哎 在这啊 有个黑色的屏幕 再去加一个黑色的遥控器 看好啊 同学们再去加一个黑色的遥控器 你看他俩的颜色 是不是基本上都分不开了 对吧 颜色对比不强烈 感觉看上去之后呢 你也分不清他的边界在哪 也分不清这个下边 这个手机的边界在哪 对吧 对比不强烈 这个相当于晚上你穿了夜行衣 人家看不清楚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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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一样 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老师你看黑屏幕 配一个白色 那这个哇 这个很直观 对吧 很明显 这个就叫做对比强烈 那么想去表现好的体积感的话 一定要去做到对比强烈 你看老师这张画 左边是不是非常的亮 右边是不是刻意的加的非常的黑 对吧 对比要强 它的体积感才会更好啊 然后呢 这个就叫做灰 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太过于接近 对吧 所以说呢体现的整体是一个虚化的状态 并且呢不实在 这个这个实在不是说人实不实在 而是边缘处模糊 做一个对比 你比如说这一张画 咱们老师这边反复切屏 来同学们告诉老师啊 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张 是不是对比明显的这一张 是吧 如果老师反复切屏的话 是不是给你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张 对吧 是对比强的这一张啊 对吧 所以说呢 想要让你的画面跳眼啊 想要让你的画面突出 就要加强对比这种亮色与重色的对比啊 这张画主要是讲这个问题啊 亮色与重色之间的对比 然后这一张画面呢 同学们注意看啊 咱们讲完这一张 再来上边啊 像一个果冻挤来挤去啊 再来看上面这两这两张 那这两张呢 我们来看什么呢 首先先来看这一张啊 这张的话 首先宽高比例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的颜色区分上还是比较好的 对吧 看好啊 这个地方对吧 最重第二重第三重 然后呢 桌面颜色有点浅啊 我发现同学们桌面好像都没有这个去画重 对吧 不敢吗 这大胆加重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画面中的问题 老师要讲一下背景的一个问题啊 背景的一个问题 那这两段背景 这个背景是不是感觉都是一个颜色的 对吧 好 那么背景的颜色 为什么是左边重右边亮呢 也是一个突出对比 因为左边咱们是受光面啊 对吧 那亮色旁边放重颜色的背景 是不是更加的凸显它呀 然后右边这个是重色 对吧 背景适当的处理的亮一点啊 它就更凸显了 对吧 咱们着重的还是画背景啊 还是为了去凸显它啊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再来看一下这张画面里边的一些问题 那如何这个有纹理感啊 这个老师一会会讲到啊 好 宽高比例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颜色区分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物体有一点点歪 对吧 为什么会歪呢 是因为顶点没有落在重心点上 咱们给它改一下啊 先来找一找底面 看好啊 同学们先来找一找底面 然后对角连对边的中心点 对角连对边的中心点 对角连对边的中心点 树直向上 就发现了问题了 对吧 咱们的顶点找的太靠右 那这样连接下来的话 同学们再注意看 这个三棱追是不是立马就正起来了 对吧 顶点要去找好啊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啊 继续往内去看细节 边缘线这位同学画的很直啊 这个边缘线如果老师去打分的话 相对于第一节课来讲 80分是有了啊 然后呢 再来看一看啊 看到这个 有同学说底面画的很匀 好 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很匀 那么刚才老师讲到了一个线条感 对吧 也就是这个纹理感啊 也可以理解上纹理感 首先这位同学的纹理感体现的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非常的不错的 纹理感怎么去体现的 就是着重排线的一个技巧 那么首先咱们可以看到 这一块确实是很匀 这一块的颜色非常的好 但到了下边就突然变亮了 对吧 这就突然变亮了 这突然变亮了 对吧 感觉从这啊 从左边这个边没有渐变过来 对吧 然后右边 看好啊 同学们 右边投影 看到啊 左边很重 到了右边 也是啊 感觉颜色 你看重一块 浅一块 对吧 那咱们怎样去改善改观呢 这个排线问题 哎 老师啊 给你们去讲一讲啊 好 也从这张画上再来看一下啊 那这张画呢 我们可以看到背景的颜色 也是有一点点乱 对吧 看好啊 你看这儿重一块 这儿重一块 哎 别的地方浅一块 对吧 然后啊 你看这儿重一下 哎 这儿浅一下 好 不用说那么多遍 老师刚才重复哪些话了吗 就是说老师说话 可能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头禅啊 或者说说话的习惯啊 一般来讲啊 你像这个 这个当老师时间长了 他就会逮住某个比较 这个重要的问题 反复的强调啊 他是这个下意识的 他不是说刻意的 我也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刚才老师自己重复了什么话啊 哈哈 哈哈 说那么多遍啊 好 然后老师这边呢 给同学们就这两张画啊 讲一讲咱们排线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同学们看好啊 这是老师的画对吧 然后呢 咱们这个一张纸呢 可以节约去使用啊 你看咱们这个正面画画反面链线 把它接下来啊 正面画画反面这样翻过来链线就可以了啊 然后你包括啊 你看有些纸 正面画画反面还能画啊 啊就说这个纸呢 呃虽然这个呃 他也分正反啊 但是也没问题啊 一般来讲 160克以上的纸 正反两面都可以去用 好 给同学们贴一下纸 给交给同学们 怎么去练线 啊练线 啊说的不是我啊 自作多情啊 哈哈哈哈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过老师这个问题啊 说老师 老师为什么要逮住一个问题重复呢 这个你们呃 呃像举个例子啊 家里有孩子的啊 你就会一直叙叙叨叨对吧 就是就是要抓住某个问题啊 一直阐述 这个问题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在点评APP里可以看啊 啊就是说这节课上完了之后 老师还是会上传回放啊 好首先先来给同学们推远一点 看一看老师的用笔 看一看老师的手是怎样放的啊 啊 画长直线的时候看好啊 啊老师的手腕基本上是一个不动的状态 看到没有一个虚线 这长直线 你看老师手腕是基本上是一个不动的状态 你包括横着啊 那没有基本上是一个不动的状态 然后呢排调子看好啊 老师一般排调子的时候小摩手指头 你看这个画素描画多的人啊 这个关节处永远都是肿起来的啊 这个关节处永远都是肿起来的啊 为什么啊 因为你像写字写的多的人 这个地方是凹进去的对吧 一样啊 老师这个 把小摩一般都是把小摩手指头这样立在这啊 当然他这个视线问题你们可能看不太清啊 这个我看啊 想说我提交那个作业 对啊 你你 这个去你交作业的那个地方就可以去听啊 交作业的那个软件里边就可以去听 我的消息里面就可以看到啊 好咱们这些课是横着画的啊 然后呢你看这这里作为一个支点看到没有啊 可能看不太清啊 这作为一个支点这样反复的去摆你的手腕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有一个借力点啊 借力点对吧 借力点的话呢 你画出来的调子就会很匀 当然咱们如果排长线 排这种长线长调子的话 那就不需要有这个支点了 那就悬味去打就可以了啊 那么呃 当然这个有支点的话发力也是很好发力的啊 呃这个可能有同学说 为什么我感觉发不上力呢 你把手撬的太直 那怎么怎么拐都别扭对吧 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手的大小和纸张的距离去调整 如果老师喜欢半跪着 因为这个距离老师拿着刚好舒服 那有个同学呢 小毛手指头可能 这个很漂亮对吧 比较长一点 那你就得半跪着 那有个同学呢 这个小毛手指头呢 可能这个手比较小一点啊 像老师这样啊 那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撑起来去用啊 好 然后给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排调子 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首先是一个排不匀的问题啊 排不匀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首先第一种是这种感觉 看这种感觉排不匀 中间有一些空隙 看到没有 第二种情况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这个老师在课上也讲过啊 有深有浅不匀称 好那这两种情况该怎样去改观呢 首先颜色上边没有问题 但是线条乱的啊 线条乱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啊 就主要是一个排线来回摆动笔拿笔发力 有一点点太轻的感觉 你想啊 你抓笔不匀 你抓笔不匀的时候 是不是就容易出现啊 这个笔可能跑一边去了 可能跑那边去了 对吧 抓笔在这个地方 这三个手指头稍用力 并且呢 一般来讲咱们打掉都打匀了啊 你看都不是手腕动了 对吧 是这三个手指头在这这样动 看到没有 同学们 打掉都打匀了 就基本上都不是手腕动了啊 是 打了个格 是手 你看这个指头在这 对吧 看到没有 你看老师慢动作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同学们 哎 这个如果用手腕的话 你看那很别扭了 对吧 有的时候 当然咱们打长线的时候 你看用手腕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方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啊 人是活的啊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并且呢 一块面积里边 尽量不要图超过三种方向以上的调子 超超三种方向以上的调子 当然咱们后期技术强硬了 咱们多少种方向都可以啊 尽量不要有超过三种方向以上的调子啊 然后再来看一看这个颜色不云的问题 颜色不云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手腕发力不云成啊 一旦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在浅颜色的地方 反复的涂一涂 从重到浅看好啊 从重到浅 做一点渐变 把浅颜色的这些地方 涂一涂 让这个颜色匀一点 看到没有 把浅颜色这些地方补上就可以了 当然它会留下一点点这种痕迹啊 但是不影响啊 好 这是这两种情况 然后再来给同学们看其他的一些情况 插墨的一些情况啊 好 只是这个问题 只是这一组调子 包括有的时候老是用笔的时候啊 这个手腕摆动的弧度也不是这样摆动 啊 而是这样 很很小 这个摆动的幅度很小啊 好 咱们先用卫生纸擦膜 你像如果咱们用卫生纸擦膜之后出现重一块浅一块的情况 应该怎样处理啊 首先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一开始涂调子的时候 不小心哪一块画中了 擦出来哪一块就中了 对吧 不匀称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咱们的调子涂的很匀 但是呢 你比如说 中间这个是线 看好啊 老是使劲去擦 你看这使劲去擦 其他的线老是轻轻的去擦 那这样擦出来 它也是一个不匀称的状态 明显中间要重一些 对吧 好 那么这些情况 咱们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同学们 擦完之后 排线是很重要的一步 为什么擦完之后一定要排线呢 就是要给它去找一些这种画面上的颗粒感走线的感觉 去盖住你这些地方 看好啊 首先这个情况怎么怎么办 咱们比如说先用8B突完吊子之后 用卫生纸擦了对吧 然后呢再去换4B2B 再去换4B2B 精细的往上排吊子就可以了 去盖住它就可以了 看好啊 同学们 精细的反复的往上排吊子 然后看好啊 哪中 咱们就尽量的轻一点 下笔 哪浅 比如这些浅的地方 咱们可以反复的多去图两下 排吊子的时候 哪中 那就可以少图两下 看好啊 再去用这个铅笔排吊子给它补上 看到没有 基本上就淡很多了对吧 然后再去加一些交叉吊子 看基本上就找不到了对吧 基本上是找不到了啊 就通过你精密的线条给它盖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比如说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啊 继续往上排吊子 反复几边吊子啊 排的紧密一些 反复几边吊子排的紧密一些 让吊子给它盖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中间重的地方呢 咱们用力就浅一轻一点 哎 你看中间重的地方 咱们相同用力的话 它还是会有点重对吧 那么咱们就加重一下两侧 中间呢 就少去用笔 看到没有 他也这个看不太轻了 然后涂吊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涂 看好啊 我们这样排过去一层 有的时候排过去之后呢 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浅 有一些地方重 我们再顺着它再走回来也可以 顺着它走回去 走回来 一直把它涂匀 看到没有同学们 这样去排啊 这样去排啊 包括呢 交给同学们一个练线的一个好方法啊 就说咱们可以准备一个尺子啊 准备一个尺子 准备一个尺子 画一画一画画格 画上格之后呢 咱们用不同型号的铅笔 比如说老师可以先用二笔 从下往上排 慢慢的排 尽量控制你的两头不要超过这个线 看好啊 尽量不要让你的铅笔超过这个线 用二笔 涂上去 然后呢 再涂下来 看到没有同学们 然后 比如说两边不云称的补一补加一点点这种交叉调子 看 用一个小方格去练线 轻一点用笔 不要太用力 为什么不用尺子啊 咱们不是练习的时候打吊子 咱们要的这个格 可以不用长直线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 为了保持美观吧 如果用长直线的话呢 也可以啊 只不过是效率上低了一点 对吧 打满它 现在到哪一步了啊 咱们这个是点评啊 并不是说交给你们画画啊 这个也是让你们去发现问题 你看这个地方用二笔了 对吧 咱们这再去换四笔 后面再用八笔 看好啊 再用四笔 看老师涂调子 一个长调子 从下往上涂 感觉手上没劲了 停一下 然后从下再往上接着涂 看到没有同学们 好 尽量两头不要超过它 啊 然后 包括树向子先 看再从里面练交叉调子 当然尽量不要像老师这样 90度交叉啊 尽量斜着交叉 然后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斜着这样对角交叉 要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四笔整体这一格图的要比二笔重 有轻微的接头是没有关系的啊 但是不要说整个两侧全是乱乱糟糟糟的这种接头啊 这个肯定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咱们才要用这个格子去列嘛 对吧 好 然后换8B 涂到上边手腕的力度不够了 稍微歇一歇再去接着图 看到没有同学们 然后加交叉调子 当然你们尽量的去加 不要加这种90度的啊 因为把握不好的话呢 它表现出来的不好看 不美观 尽量的还是去加倾斜的的 这种交叉调子啊 看倾斜的 我们看一下 好最后表现出来的一定要是重慢慢变浅的一个过程 当然你铅笔够多的话可以去多画多画一点啊 可以去多画一点 如果铅笔够多的话 好 这个就是一些练习的方法啊 一些练习的方法 课下呢 这样自己去练一下啊 课下自己去练一下 包括呢 咱们你像这样打上格子 你像这个老老师是之前交给同学们的啊 咱们今天时间不够啊 这个后边也可以再去交给你们 怎么去画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这个方便于后期去练渐变啊 好啊 这些就是一些基础的用线用笔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呢 咱们 你看这些画啊 其实问题都大致相似 对吧 着重说一下这一张啊 着重说一下这一张画啊 那么这张画呢 应该是一个板绘对吧 感觉不像是用纸画出来的啊 应该是一个板绘对吧 啊 用这个这个这个那个东西叫什么数位板啊 画出来的啊 然后呢 用数位板画的时候呢 咱们尽量的也去下载一些铅笔工具啊 那这个同学这个工具就很好 整体体现出来的是一个铅笔的感觉 对吧 你看里面这些走线啊 这又叫做线条感 但是呢 整个右侧的颜色不匀 对吧 有重有浅 应该怎么办啊 从重色到浅色继续渐变就可以了啊 继续用2B啊 4B把这一块颜色涂匀就OK 就OK了 然后它的一个大颜色的区分呢 还是比较好的啊 最重第二重第三重第四重 然后最亮 对吧 这一块还是把握的非常的好的啊 然后呢 咱们这边老师啊 给同学们再看一张啊 你看这个效果是一个擦抹效果很好的一种状态 这个地方给同学看啊 那没有 最后一张画啊 这一张 那这个擦抹效果很匀称很柔对吧 没有什么特别重特别浅的一些区分 对吧 这个效果是好的啊 当然它里面的线条感没有体现出来啊 没有体现出来啊 当然线条感的体现呢 还需要去有一点啊 就是说咱们笔不能放的太平 笔放的太平的话呢 涂出来啊 线条感不明确 当然一开始区分大关系的时候 可以比方的平一点 因为比方的平一点 它涂的快啊 对吧 然后想要体现线条感的 笔尖一定要翘起来一些 像这个针一样扎在画面上 你看这样它的线条就明显了 对吧 这样的线条就明显啊 好 这些画咱们都大概看一下啊 然后这张画面的一个效果呢 也是整体擦摸都特别的好啊 但是整体画面亮面有一点点太太重啊 就说这个亮面也可以不画 同学们听好啊 亮面是哪儿 亮面就是树光面 这一块甚至可以不去画 就是说要一个强对比的效果 直接拿橡皮擦了它也可以 因为现在带着它的画呢 感觉到处都擦抹 没有一个 就比如说咱们这张画啊 到处都擦抹了 对吧 擦抹的很匀称很好 但是呢 没有一个线条感铺在上边的话 感觉到处都有一点点像没有画完的样子 对吧 咱们还是要擦抹完成之后 用4B2B再去加线条感 这样的话才会使整个画面啊 更加的有深度啊 那不然的话就像没有画完 对吧 到处都擦抹须须的 确实很匀称 但是呢 线条感不强烈的话 就感觉不舒服 对吧 线条感啊 还是要去体现的啊 那包括这一张 这是明显的 调子没有图匀称的问题啊 重色浅色区分太大啊 继续把这个浅色地方再去加重几下 一直让整个背光面匀称一些 包括啊这个投影 投影的这个颜色太过于浅 对吧 太过于浅啊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 是在这一张画面里面体现的啊 就是说这个背景这个线 左边跟右边一定要连接到一起去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明显的是属于没有连接到一起去的 一定要连接到一起去啊 不然的话就想像这个桌子断了一样 对吧 咱们可以这样画 也可以这样画 一定要连成一整根线啊 一整根线啊 那虽然中间被隔开了 被断开了啊 然后呢 咱们的这个 这边老师也是找了三张效果比较好的画面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三张画面啊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三张画面啊 那么首先效果好的画面里边 首先它的一个形体是较为准确的 对吧 首先顶点的位置没有跑偏啊 顶点的位置没有跑偏啊 然后呢 调子是一个较为匀称的表达 咱们不用看啊 前面这这两张一看就是有基础的同学去绘画的啊 有基础的绘画去同学去绘画的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啊 我这样说啊 进步最快的永远是这个没有技术的同学们啊 但是也事情也不能说的太绝对对吧 那当然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信心啊 好 然后啊 同学们继续看啊 你看啊 咱们这个 调子首先是一个到处都颜色很均匀的状态 并且呢 能够微弱的体现一些线条感 你看这个背景的排线的感觉 对吧 你看这种排走线的痕迹是有的 对吧 走线的痕迹是有的 对吧 细节有 咱们的这个 颜色对比 上面也有 形体上也有啊 就是一张好画 包括如果老师给同学们打分的话啊 你像这一张啊 如果放在第一节课里面 这就是一个80分 这就是一个80分以上了啊 起码是啊 100分的话啊 80分以上了啊 当然咱们先去 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啊 你看这一张的话呢 应该是在一个极格线左右 极格线左右 因为它的长直线画的还不错啊 这一张也在极格线左右 因为它的调子还是比较匀的啊 这一张呢 就可以突破极格线了啊 当然老师不给同学们的画面做对比啊 以便同学们产生这个相互这个攀比之心 对吧 当然攀比之心用到用的恰到好处呢 也可以对吧 大家相互鼓励啊 尽量的以后呢 老师就不去放这个 这 这个 怎么说呢 给同学们打分啊 或者是说 拿很多好的画面放在上面讲啊 咱们还是去讲一些这个同学们 平时容易出的一些问题啊 大家共同进步 当然老师呢 这边呢也是基本上 就把这第一节课里面的一些 容易注意的 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包括呢这个 需要你们注意的一些画法啊 老师的用笔的一个姿势啊 给你们讲完了啊 这节课55分钟左右啊 这个作业点评课的时长啊 就是在50分钟到65分钟左右啊 咱们正课呢 是两个小时左右啊 一个小时50分钟到 两个小时5分钟啊 或者是说两个小时10分钟左右啊 好 那么咱们这节课就可以先到这里啊 同学们啊 抓紧下课之后呢 去根据老师讲的这些问题呢 去尝试改一改自己的画面啊 相信你们听完老师讲的这些之后 应该都是迫不及待想要去画画的 对吧 好啊那老师呢这边就下课了啊 去给同学们上传一下视频啊 需要削铅笔的视频对吧 好一会儿啊老师现在在直播间回办公室呢 这个发给你们的学官老师 让他们发到那个群里面给你们看一看啊 发到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群里面给你们啊 老师现在这个在直播间一会儿回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啊 好那老师呢这边就下播了啊 好再见啊同学们 再见啊同学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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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